雅加達選民今天一早排隊投票 在尋求連任的中萬學 和教育文化部前部長阿尼斯之間 選出下一任省長 中萬學是雅加達首位 華裔基督徒省長 獲得總統佐科威清典 阿尼斯是政壇後起之秀 他和85%的雅加達居民 一樣是穆斯林 獲得曾在2014年總統大選時 败給佐科威的普拉伯沃大力撐腰 menarik warga DKI datang ke semua TPS memberikan hak suara anda beleablu tungguin sampai perhitungan lihat pilihan kertas itu sesuai dengan pilihan anda atau tidak kan bisa lihat di colok apa enggak yang mana gitu loh jangan sampai ada yang melakukan kecurangan karena masa depan Jakarta kan ditentukan oleh pemilihan hari ini juga kita semua bersyukur bila kekarya ini berjalan dengan baik dan kami apapun nanti kita semua kakakak 这场选举之所以备受瞩目 是因为这是一场宗教之间的对决 分析认为在这一环 曾引发亵渎伊斯兰教风波的中万学略占下风 再来这也是一场验证中国劳工问题 是否被政治化的选举 印尼总统佐科威大量吸入中国投资者 令中国在雅加达投资26亿7千万美元创下新高 但谣传大量中国劳工涌入印尼 却因此引发反华情绪 从而令这场选举增添紧张气氛 民调显示两人的支持率不分上下 难以预料谁能笑到最后 分析认为关键就在于4%到8% 还没决定把票投给谁的选民 这场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历来最两极化 分歧最大的选举 正式的投票结果将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公布 但印尼选委会允许部分私人民调公司 公布他们的快速计票结果 而且似于优众医 中科巴社 于DTalk 子民调那个 M Forma 十二多万 几万 西三千万 啊 ин öl 我们摄像 现在砸定的 因为还和整个人 一直回刷 B 应 einzige 虐 一